嘉義市 今天有一項相當特別的 寵愛寶貝 歡樂趴 為了提醒兵將對流浪憲的領領勇律 嘉義市政府邀請了 中部始祖 以及相關的業者 帶到可愛動物 作為來出席 關島嘉義 並且提供一千吃的 免費中部的淨品濟濕 以及一千多的狂犬病 入表祖祖父母和捷渣 現場是努力滾滾 為了加強的寵物登記 跟蕭高平宇宏助詐 提醒民眾對流浪憲的領勇論 加強的市政府十八盒上 特別請來寵物業者一起受醫 在中央公眾基盤 寵愛寶貝歡樂趴 輕很多民眾來救 加強市長民眾也特別出席 與財政民眾一起鼓授的動物 作為動力 今天嘉義市政府特別在這邊 舉辦了一個動物的認養 以及我們植入晶片 還有我們特別提供有一千劑 可以免費的結紮 希望大家慢慢一起來 我們從源頭大家一起來做起 讓這一些可能發生的疫病 能夠降到最低 而且大家有一個最好的貓跟狗 陪伴我們 讓我們的生活更快樂 市長民眾表示 目前蕭高平已經在台灣出現 但並沒有太過限於嚴重 要請民眾不用怕陷 只要有發現 雷書蕭高平正常的動物 都會洗腳一九九九通報 市政府中的全力合作 你會在這裡要呼籲大家 不要慌亂 當我們有發現 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請趕快跟市政府聯絡 打1999我們會協助你 讓我們用理性 大家一起來預懷 也同時我們就發現了 最近呢 欺養的人非常的多 我們也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任意欺養狗或者貓 因為他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好的家人 我們好好照顧他 不但不會有狂犬病 甚至我們會有多了更好的家人 跟更多的朋友 非常感謝我們現在市長黃民會 辦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尤其本人也要呼籲我們家的市民 多多關心流氧錢 一定要把我們愛的哥哥 帶到有關的單位去打晶片 並且呼籲大家要有愛心 不要氣養 另外該市政府役在活動中 提供1,000家的寵物晶片 跟1,000座的小高平一廟主持的服務 當時辦理流浪到人用 該市政府役後由該動物的民眾 以利用代替各位 就由領用流浪到在這裡參與 動物補合工作 讓流浪動物都有機會 重新過生命的公餐 生意新聞長 民家的市彩虹報道 好嗎? 好嗎? 好嗎?